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永山聊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肥胖国王胃口太大,招惹烹火龙的故事 在一个古老的城堡里住着一位国王 这位国王体型肥胖且胃口极大 房间里满是他吃剩下的水果食物和一叠叠立得高高的盘子 每当国王饿的时候,他就会摇起手中的铃铛,呼唤厨子给自己送食物 而厨子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与国王的体型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天清晨,厨子听到国王的铃声,就端上来一个小小的鸟蛋 显然国王对于这么小的鸟蛋并不满意,立马就生气了 厨子看着恼怒的国王,内心很受惶恐,只好又出去寻找别的鸟蛋 厨子攀爬着来到了悬崖的峭壁边,上面放着一窝的鸟蛋 他伸出手摸索,摸着一个鸟蛋,就赶忙给国王送去 来到宫殿,他端出鸟蛋,心想这次国王应该满意了吧 那这国王,人就勃然大怒 厨子只好又重新去寻找 他找来的鸟蛋一次比一次大,可是仍然没有达到国王的要求 这天,厨子来到一个深山老林里,里面有个幽黑的洞穴 他小心翼翼地爬到洞边,趁机进去偷蛋 不料却被洞里的火龙发现了 火龙追赶着厨子,厨子撒腿就跑 他高兴地拿着偷来的火龙蛋来到国王的面前 国王看着巨大的鸟蛋,很是满意 缩了搓手,迫不及待地想要享用 就在他拿着叉子准备扎破鸟蛋的时候 鸟蛋突然裂开了,从里面钻出一只小火龙 厨子看到之后,十分的惊讶,唯恐自己又要挨骂 破壳而出的小火龙好奇地看着国王 而国王也同样疑惑地看着他 厨子见国王并没有责骂自己 来到厨房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一声嘶吼响出了整个房间 国王被小火龙吃了进去 故事结束 短片中的国王最终因为自己的贪心而丢失了性命 生活中往往也有很多像国王这样的人 他们总是不满足自己所拥有的 殊不知这无尽的欲望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